國民黨內部真的是鷹派抬頭 選罷法這樣一個高度政治性、爭議性、對立性的法案 不管是用要減負身份證 或者是家住發證日期 都形同是在人民的罷免權利上增加了難度 這都是挑戰憲法賦予人民珍貴的權利 我們以為國民黨在謝國良的罷免案當中 我們看到國民黨有多少立委或是多少的黨政高層上上下下 在為了全黨就一人保護謝國良的同時 那一再的來呼籲台灣不應當有復仇式的罷免 他們在那個當下 全黨就一人的當下 是如何的來訴求不應當有政治性的罷免 但是怎麼謝國良的罷免案結束之後 那現在國民黨又傳出磨刀禍禍來建制民進黨數位的立委 要來朝惡霸的方向來下手 這不是才說了嘴又打了嘴嗎 憲法賦予的罷免權利非常重要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它是人民發動的權利而不是政黨操弄政治的工具 所以發動者是人民而不是政黨 第二個發動的目的是人民針對不適任的民代或首長來提起一個不信任的罷免選舉 那現在國民黨不明就里的亂點一通喔 以為罷免是在亂點鴛鴦譜嗎 國民黨現在是亂點罷免譜喔 請問被點名的這些民進黨的立委們 哪一個有涉入弊端 哪一個有表現不適任 如果以吳斯堯而言 我在北投天母服務這麼多年 我扎實的地方服務 而就在本週也才又再次接受公民評鑑 優秀立委第11次的上榜 所以國民黨的罷免不是為了這個人民的權利發聲 而是完全是政治的報復性的行為 所以呢國民黨不要才說了嘴又打了嘴 那在選罷法的部分也呼籲藍白請懸崖勒馬 不要拿人民的權利開刀